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救護車十萬火急趕到了一間牧場裡面 因為有學生在這邊實習 但是卻受傷了 事情發生在十七號早上八點多 桃園市一間高中就讀二年級的 餘姓女學生 右手被捲入機器裡面 當時的狀況來聽稍早訪問 基本上在這個機器 其實在推送草料的前端 其實是有一個防止線 但是現場操作的部分 就是我們只能說 可能是在操作不慎的部分 造成的一個情況 這名女學生當時是在撿草室 進行草料打碎的程序 結果疑似因為一時沒有注意 右手就捲到了機器裡面 當下一旁的同學還有繼續 隨即關閉電源 呼叫其他師長以及一一走來救援 將女學生緊急送醫治療 而她目前都還在修養當中 而少方則說會全力來協助受傷的學生 對於其他的同學也會來進行心理輔導 並且會強化安全教育 徹底檢討 以上來自桃園的最新消息